傍晚时分 张宝成揣着介绍信 一到周朝阳的院子前便猛了 整天跟在自己身后的张大牛 徐二两人 此时正热火朝天地帮周朝阳拖着土屁 他看着都快气疯了 这几个混蛋 什么时候这么轻快了 还帮着他的仇敌干活 张大牛 徐二 谁让你们两个在理智干活的 队长 我也不愿意干啊 是啊 队长 早上你光自己走了 把我们留下了 周朝阳要让我们赔偿 他还拿着土火枪呢 你都怕了 我们能怎么办啊 你 你们赶紧放下东西 天都黑了 还不赶紧回家啊 要帮他干一宿吗 哟 宝成 介绍信写好了吗 周朝阳 这介绍信可不能轻易给你 我爹让我问你 你开介绍信的目的是什么 要去什么地方 你如实说来 可不能瞎边乱造 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我准备去西边的草原一趟 你去西边高原干什么 有什么目的 打汉塔 打蛋糊 打熊 打豹子 打他们干嘛 张宝成 你真傻还是假傻 我还能为什么 打来吃肉呗 朝阳兄弟 你说的干副业 就是这个啊 徐二流子站在一边 听完后满心失望 西边高原上有野物 这谁都知道 可却没几个人想去打的 那地方可是高原 一般人上去准饱头疼 喘不动气 别说打猎了 能正常走动都不容易 再说那的野物也聪明 只有那有经验的老猎人 才会有收获 就周朝阳这么年轻的人去 在他看来就是一响天开 纯属做梦 能打到猎物就怪了 周朝阳 就你这样的还想打熊 打抱子 朝阳兄弟 这打猎可不是 忙着脑袋就行的 得有经验 你可别闹了 要不然你去一趟 什么都没打到不说 队里的活也耽误了 连公分都挣不了 大牛 你胡说什么呢 我瞧着朝阳就成 他肯定能打到东西 朝阳同志 我就等着你成功打猎龟来了 哈哈哈哈 朝阳同志 我这可不是笑你 你啊 千万别打了退堂鼓 我在村里等着 看你打低猎物 别让我失望 张宝成想着看笑话 也不敢打击周朝阳的积极性 嘿 你说他搞笑不搞笑 咱好歹都是民兵队的 时不时的摸枪 这都没想着去西边打猎呢 他倒是做上梦了 队长 我看他肯定得白忙活一通 哼 说不定连命都得丢了 则 到时候我再叫着你们过来推房子 省着云风老在这片转悠 队长 早上你说的那公分 徐二并没有回家 而是转了个弯 又回到了周朝阳家里 徐二 你还有事吗 那什么朝阳兄弟 你真不能帮我和大嫂说说 这个二流子 竟然还没有死心 你想拉光套 就自己跟人说 你扯着我干嘛 难不成人家答应了 也还得我还替你拉吗 那不用 那不用 朝阳兄弟 你 你甭说了 这不关我的事 别来烦我 还有徐二 你记着 你要是一直这样下去啊 得一辈子打光棍 甭不信 次日 天高蒙蒙亮 周朝阳早早的就起来了 而贾云秀也是早早的来了 朝阳哥 暗听别人说 你要去西边的高原上打猎了 嗯 我想去打点猎物 攒些钱 你不会也是来劝我的吧 朝阳哥 要不 你带着俺一块去呗 我是去打猎 又不是去过家家 那是高山草原 有狼 有熊 有雪豹 俺不怕 俺知道不是去过家家 朝阳哥 你就带着俺吧 俺能帮你的忙呢 俺有的是力气 好了 你别闹了 我要是带你走了 你娘非得气疯了不可 说不定还得包公社让人抓我 你可别害我了 过了一会 村里响起了当当的敲钟声 这是上宫时间到 我告诉你们 队里马上就要求收了 谁要是影响了地里的活 影响了收成 我就扣谁的公分 你们这些小年轻的 就是不知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 要真实有能力 就来当副业队的队长 别整天想有的没的 大队长 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谁有能力 谁就干副业队的队长 您说这话算数吗 周朝阳 我爹当然说话算数 不过就你还想干副业队的队长 你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 你配吗 张宝成同志 你都能干民兵队长 我觉得我应该也可以 别说副业队长了 只要有能力 我这大队长都能让给你干 不过这能力 等让咱老少爷们看到 别光长着一张嘴 就会说大话 说大话谁不会 副业队长可不是谁都能当的 要是搞砸了 你可得负政治责任 成 有队长您这句话就行 接儿三队社员的任务是个老草 这也算是一件苦差事 朝阳 嫂子知道有片地方 爷草长得可厚了 就是远了一点 你要不要跟着我一块去 玉芬嫂子 要不再叫这两个人吧 光咱们两个 有点 有点不方便 那片坡上的老草 就够咱俩人哥的 你不愿意就算了 哎 嫂子 玉芬嫂子 曹朝阳犹豫了一下 还是快步追了上 我让它好 感谢观看